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想帮忙战争的话就得把战地都搬过来 可这也太夸张了 更何况作为维持治安工作的圣人日向现在并不在此处 路比纳斯的目的似乎并不是单纯的需要兵力 一时之间 盟王陷入了思考 路比纳斯似乎也看出了盟王的疑惑 开始解答了起来 原来路比纳斯并不是害怕有什么军队光明正大的打过来 而是一些暗地里的攻击 毕竟在很久以前遭受了暴风龙的灭国暴行之后 现在的神圣法王国已经筑起了铁壁般的防御 即使面对万数以上的军队也万无一失 可是古兰贝尔是不一样的 他作为曾经的七要长老之手 一直都在神圣法王国行动 肯定会准备一两条秘密通道 而古兰贝尔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那便是曾经的光之勇者 这里解释一下 刚刚所说的光之勇者 不是指一般的自身或者被人民群众称为勇者的人 就如同魔王一般 勇者也分为拥有勇者之轮的人 以及孵化了勇者之轮的人 打个简单的比方 还记得很久以前打过的猪头魔王吗 严格来说 他只是一个拥有变成魔王资格的魔王种 并不是像利姆路这样杀死两万人后 变成了绝性魔王 而类比过来的话 拥有勇者之轮就相当于魔王种 孵化了勇者之轮就相当于是绝性魔王 而古兰贝尔正是后者 拥有着连绝性魔王路比纳斯都无法忽视的实力 这样的人想要偷偷地潜入神圣法王国 实在是过于轻松 无聊 希望你们不要用这种杂事 来扰乱利姆路大人的心境 迪亚布罗突然地就丢出了一句暴淡发言 一旁的吸血鬼手下 雷和俊达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不过路密纳斯的叫声缓解了他们两人的怒气 远处之黑哟 你是真的被人饲养了呢 其实切身亲眼见到此境 仍然有点不敢相信啊 退下迪亚布罗 现在与路密纳斯构筑了友好关系 今后还想要继续下去呢 蒙皇包含谢罪之意的 好好地叮嘱了一班 迪亚布罗低头行了一礼 便安静了下来 路密纳斯毫不在意地微微一笑 接着讲述古兰贝尔的事情 古兰贝尔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 也是人们眼中标准的人派 这个人从以前开始 就一直祈愿着人类世界的和平 与二鬼门战斗 讨伐凶恶的魔兽 建立西方平易会 与路密纳斯结下了约定 在他的守护下 人类获得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太平生活 虽然他现在处于五大佬这种 行迹可疑的立场 但是不管善与恶 这一切都是在守护人类 这样的大义名分下采取的行动 那么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突然对 蒙王以及路密纳斯采取行动呢 原因并不是很清楚 但其中之一 便是之前袭击蒙王的 强欲玛丽亚布埃之死 还有根据路密纳斯的情报 古兰贝尔跟优术在暗中也有交流 而优术又是之前 种种事件的幕后黑手 也就是说他这次行动的目标 其中之一就是现在 刚离开魔国联邦的猛王利姆路 古兰没有与切身敌对的理由 虽然很想这么断言 但是切身想到了一件事 不过切身不打算把这个事告诉你 路密纳斯顿了一下 犹意隐瞒了什么 骂以防万一还是警戒一下 就像刚开始说的那样 切身只是单纯的 想要平安无事的享受演奏会而已 路密纳斯一脸从容 似乎刚刚所说的 根本就不是大事一样 紫渊和迪亚布罗也是正常运转 表示在他们四大天王中 两人的守护下 蒙王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 就这样深夜的会谈结束了 时间稍微往前推一点 在一个神秘的会谈场所 罗佐一族的手里 古兰贝尔正在与优术 进行着秘密交谈 是吗 玛利亚布亚失去了吗 我等罗佐的希望消失了 只能用上那位大人隐藏的秘宝 去复仇才行呢 古兰贝尔的表情看上去很疲惫 深深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听到这话的优术 却吓了一跳 那位大人毫无疑问是指魔王鲁米纳斯 那么秘宝又是什么 为什么古兰贝尔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把这种事情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说什么企图真是难听啊 老夫呀 可是很认可你的 在失去了玛利亚布亚的现在 在这个西色诸国 可以托付人类未来的 除了你以外没有其他人了 那个魔王 魔王利姆路是不行的 他终将会使人类堕落 令世界陷入混沌 许多人将会流血牺牲 这个真了不得 然后 根据呢 直觉 老夫作为原勇者的直觉 在告诉我 要讨伐魔王领路 听到这句话 优术不禁傻眼了 眯起眼睛来看着古兰贝尔 虽然说着漂亮的话语 但现在的古兰贝尔 怎么看都是一个 即将游进灯孤的老人 完全感受不到 他有着超过 玛利亚布亚的那种强大 这样的人说着直觉 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 让人完全性不难 于是 优术很果断地拒绝了古兰贝尔 愚蠢 玛利亚布亚已经死了 现在不是人类之间 矮以我诈的时候 虽然还可以选择 把一些都托付给帝国 但那边的上层组织 弥团太多 那些人根本就信不过 说胡话的到底是谁呀 优术在心里嘲笑着古兰贝尔 与古兰贝尔相反 优术并不是人类之上主义者 对他来说 不管人类社会变成什么样 只要最后将其收入手中 就可以了 但是 有一点让优术很感兴趣 那便是刚刚提到的秘宝 那个可以击败丽姆路的事物 老夫不会要求你信任我 我们只要暂时组成共同战线就行了 作为报酬 路米纳斯大人隐藏的秘宝 那个封印了暴风龙维鲁多拉的 纠集的决战兵器 全权委托给你 听到这话 优术完全没有忍住 发出了惊叹 根据古兰贝尔的说明 封印了暴风龙维鲁多拉的 那位最强最著名的勇者 现在被守护在魔王路米纳斯的圣柜之中 还根据他的计划 在作战开始之后 古兰贝尔将会进攻路米纳斯的大圣堂 制造混乱 然后优术趁机偷走圣柜 这样便可以利用最强的勇者 来杀死两位魔王 完成古兰贝尔的目的 而对优术来说 就是将最强的棋子收入了手中 听到这里 优术开始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反而让优术感到了怀疑 可是 只要成功了 那么对于他征服世界的计划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这个提议非常值得尝试一下 于是 他最终还是与古兰贝尔联手了起来 秘密地策划起了作战计划 在那之后 罗佐一族清朝出动发起了战争 不管是西埃特对外秦冒决的神员 还是血影狂乱的幸存者 又或是驻守北边的武将 以及作为盟友的中庸小众们 全部都做好了一场大战的准备 当然 除了利姆路方和古兰贝尔方之外 还有一人 魔王莱昂在得知了原初之王的消失之后 也在朝着圣地进发 命运之日就要到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还仅三年一波 下一期的话会将将西方动乱 收藏过600便会有下一期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当然要讨访魔王丽姆路了 还有魔王莱昂 并且 努米纳斯大人也是 嘟囔着这些话的古兰贝尔 眼中因为身不见底的憎物 变得魂竹不堪 为了人类 古兰贝尔已经努力了超过上千年的时间 可是 现在的古兰贝尔已经失去了希望 这千年的时间里 古兰贝尔实在经历了太多 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 心腹的背叛 同伴的死亡 就连最后的希望 自己的孙女 玛丽亚贝尔也死了 他的理想 人类社会的和平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现在 魔王已经形成了八星魔王之士 对人类社会苦事单单 北方的地块被暗黑皇帝 奇异的恶魔们当成了游乐场 大帝之怒达古流露似乎有野心和兴趣 想要燃止人类社会的领土 等等等等 古兰贝尔一直都在这些强大的存在中保护着人类 但是 古兰贝尔已经累了 他的寿命并不是无限的 在玛丽亚贝尔已死的情况下 已经没有人能够胜任古兰贝尔的后继者了 如果没有人负责调听 人类立即就会走上破灭的道路 就连同伴们也会互相斗争 毕竟 人类就是这样的种族 在那遥远的过去 古兰贝尔的妻子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长久以来 古兰贝尔一直忍耐着悲伤活着 但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从老夫这里夺走一切的这个世界 毁灭掉就好了 古兰贝尔已经不会再迷茫 他变得疯狂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